也是極為不公平 那第一個個案 劉信案組的部分呢 昨天吳處長已經說得很清楚 其實整個處理的一個過程並沒有不當 也並非報導所說的一個冷血 那偏離事實 輕率地用冷血兩個字 扣在我們社工同仁的一個頭上 我想這也是令人完全無法接受的事情 昨晚不知有多少的社工在哭泣 市長 我希望你是不是市政總局 那個報告 對啊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的報告 好 我希望市長 希望你遵守我們議事規則 好 美玲 美玲 好 好 我想 謝謝你 謝謝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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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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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要求 也将 感谢观看 以及 本是 在此也要特別懇請大會予以支持 共創基隆經濟、產業與就業的新未來 最後,又昌還有一項好消息要向大會報告 大家應該還記得去年歐洲商會首度 在該會的年度報告中提到基隆 並對中央政府提出在基隆設置多功能郵輪轉運中心的建議 而曾如我前面所報告的 這項計劃也已經納入基隆市港再生標竿計劃中 將在軍港,也就是威海營區歉移之後立即來推動 歐洲商會在日前也主動跟市府聯繫 該會已經決定將在明年一月份中旬 在本市舉行2017歐洲商會的台灣年會 這顯示歐洲商會對我們基隆城市發展潛力充滿了信心 世界已經看見基隆向上躍升的新奇跡 而這是我們不可錯失的好機會 最後再次感謝宋議長、蔡副議長以及各位議員先進的指教 進出大會順利圓滿成功 各位議員先進,身體健康,平安如意 謝謝 好,對於我們市長、市政總報告 我們現在進入市長總檢討 我們現在請張耿輝、張議員 謝謝主席 首先對於我們整個市長、市政總執行報告 當然本市對於你的民調 首先對於民調提升比較肯定 也許你想要做事情就比較肯定 第二點我想對於我們報告的 市政總執行報告的內容 當然有待加強 幾例呢 我看呢 因為我是不會把 我這個很仔細的 也很珍貴的 把我們歷年的 我們理事的市政報告 市長你就任以後 把他好好的沒有丟到資源維收桶裡面 好好的來研讀 乾脆花協到裡面 我希望 研考處 你絕對 不是住在基隆寺 為什麼 你在報告裡面 所有的 你第一頁報告 第四次總執行 跟第三次 通通把他 幾乎內容幾乎都一樣 六月二十五號 建崗 一百三十週年 建崗崩 市長 我想 當一個 你要寫 找回光榮感 當著基隆驕傲的 不是在那邊 催催打打 還是找一個人 來採街 沿街叫 叫囂 熱鬧 表示 基隆的 驕傲的 光榮感 公營感 跟狗狗 跟狗狗 狗狗 所以我剛才 為什麼提到你一定不是基隆 基隆的歷史 世界級的港式 淪落到 現在的基隆 連一個 攬車都沒有 每天 九萬人 九萬多人 次往基隆 細紙以南去工作 甚至於啊 我不曉得市長 還有我們承辦人相關 當然有沒有去發解 因為時刻表 我時常去發 八九點的時候 多少人下班 多少人從 細紙以南去工作的回來 回去準備 有些甚至於還沒吃完 準備做晚餐等等 這些是光榮驕傲的嗎 以前 一路一路 小上海 我想 都是市長 這是純的 都住在基隆的話 你應該 有感 那時候是燈紅 燈紅酒莉啊 華燈出上 流的滾滾 現在八九點 整門創 這 難道是我們要找回的嗎 還有 我在報告裡面啊 你市政報告裡面的市長 這些關於 我們基隆市一個很重大的 因為時間上啊 可能啊 也沒有辦法讓我講得很清楚 不過我在這邊要提幾乎重點 為什麼我講 你那個 研考處啊 處長啊 報告的非常 為什麼會空洞呢 最近 10月13號啊 發生了 重大 雖然 沒機台風來啊 沒有經過基隆 但是豪大雨 造成了基隆市 多住了山奔走山 大法系統交流道 大法系統是我們市政府施做的 包括 六二快速道路是國公級的 那喬敦啊 嚴重的 土石崩落 這一些啊 市民需要知道的 為什麼剛才說 你不夠充實 你自自不提 報喜不報憂 往基隆巴土路啊 當日淹水 每逢大雨避淹 你們自自不提 我今天是無黨 我講話最客觀 有我贏支持 我不會贏香對白 贏香對白 我就不會退黨 還有 經濟自由貿易港區 市長你一再上任第一次 第一次總執行的時候就有提到 推動南港基隆 河谷南代的發展計畫 因為當初 經濟自由貿易港區 是馬主席 想推的也是讓基隆市 基隆港 起死回生的時候 包括你在第三次的時候 也提到 北無賭 包括基隆河代 包括北無賭 細紙寶長根 及我們整體的百物社區 一帶的工業區 要整體規劃 這個就是應應我們未來的 自由經濟貿易港區 前店後廠 結果 六月二十五號 聯合報 經濟自由貿易港區 市長 我這次也沒有資金 我可以讓你正面 蔡總統來這邊 在報紙上說不推了 我沒有看到你任何反應 沒有看到你任何反應 十一月二十五號的 A12版 寫得這麼大天 結果 在這個 你的施政總報告裡面 赤字不提 你的反應怎麼樣 難道麻痺了嗎 這些都沒有要說 基隆港已經用虛心條 好不容易我們有 自由經濟貿易港區 總共有八處 台北 基隆 蘇澳 台中 高雄 安平 幾個航空站 桃園自由貿易港區 航空站 一個屏東的科技園區 當初在推這個案子的時候 台南市長賴清德 高雄市長陳吉 陳姐 台響應非常熱烈的 而且非常積極的 現在不推 你說搞郵輪 郵輪佔你給七十八七十五萬也好 往哪裡去 基隆有沒有娛樂城啊 市長啊 我他覺得不需要那麼高興 往哪裡 往101 我時常講的 算可以留下來 雞人的肉雞麵 青仔麵 泡兵 吃吃的有留在這裡嗎 不要忘了 我們基隆市 還有中小企業的一些 所有要出關 出口的 還是從我們基隆港 這麼高興的 吹一吹 如果剛剛找到基隆的 驕傲港光榮感 這樣我心裡的 你會再休息 所以說啊 本期非常心痛 這些都沒有要提 自製不提 所以研考處長 今天不是都怪你 你有一個時事的話 你要注意 這些就是基隆市民 需要 知道的 你到底市政府 是什麼時候去給他完成 那些 幫的 那些道路 那些經常淹水的 你們如何處理 自製不提 報喜不報憂 民調 固然是給我們參考 聽聽就好了 很多高民調都高落選 以上啊 因為等一下還有很多同仁啊 還有很多寶貴的意見 我是希望啊 市長你第一屆的時候 本期很認真的代替 謙卑啊 謙卑的執政啊 到最後面不要以高傲高慢的啊 因為兩屆的 兩年的上任 負都心自製不提 等我總執行 我再好好的救教你們 好 謝謝我們張國黑張議員 我們現在請陳東財 陳議員發言 謝謝議長喔 我想我們市政 市長的這個市政總報告啊 這個 當然這個 市政府要接受我們議會的監督啦 那麼我們議員同仁的批評啊 市政府要好好去檢討 這個 我想我們市長就任 大概 還不到兩年嘛 十幾歲以後就有兩年了 所以我要祈禱我們事務團隊啊 還要再加油啦 這個 我想我們就叫我們市政府 這個 這個 2088的公車路線啊 市長也在市政報告裡面說 這個要調整這些路線 這是很好 2088的這個公車路線啊 在我們新運區也好 中正區也好 仁愛區 每個區的市民都有搭乘過 深受好評 這個服務品質 也算是不錯 所以我們希望市政府 另外這兩條的路線啊 要積極的去推動 讓我們市民啊 這個陳車更方便 還有一點就是這個 引入這個行動支付啊 直接扣款這個路邊腳位停車收費 這個真是很便民 過去的市政府從來沒有在做 甚至有民眾啊 不記得說去招費啊 撲一張 衛繳這個社會 社會這個 這個周期就來了 所以這個是很方便啦 便民啦 那麼引進這個最新的消防設備 保護打火兄弟 加強住宅安全 這方面 過去的市政府真的是 沒有這些 沒有很關心啦 不是說沒有關心啦 有便宜傳啦 但是啊 這個設備真的是 我們基隆市是在提升 像這個桃園 為什麼發生那種事情 就是設備不足嘛 通信不足嘛 現在我們這個防火的設備 我們這個通信設備都很充足啊 這個我們感謝市務的團隊 那麼激起關懷做是 擴大這個服務這個社會 我們市政府這個日拖 真的是成立的 蠻多間的 市民的身處好賠 包括我們這個 這個脫育中心啊 我們希望市政府這個 在我們這個 百屋跟新義國中 也這個選定了這個 教育部的補助啦 這個兩所的這個 揮公托這個中心啊 我們要積極去辦去推動 這個希望教育處這邊要加強 還有這個 關於這個街友的問題 我這邊提醒我們警察局 街友大部分都是我們 警察單位在通報 所以我建議我們警察局局長 你回去做一個這個 這個SOP的這種流程表 我簡單講的講的很簡單 有關市民的問題 忽然間有一堂 無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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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66106 這個就是通報漏管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電話 包括發生什麼 有人要自殺 會有這個發生競爭病的問題 要怎麼通報 通報 當然你們是通報社會處的這個社工啊 包括心理衛生中心 你們都要通報 當然我們通報有講啊 可以1997什麼都可以打 但是這個有些 有些直接的電話 你們要把它流程寫好 所以希望我們警察局啊 這個你們要把它這個弄清楚 電話弄清楚 然後放在你們拍書所 每個拍書所職判台上面 這樣子就不要搞混啦搞錯啦 因為有心情的這個警員 向往來調來拍書 他不知道啊 不知道電話啊 搞不清楚狀況嘛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警察局 跟各單位啊 要把這個流程做好 電話把它 把它寫清楚 然後放在直盤台上面 甚至我們1999也好 甚至我們市政府的值班台也好 各單位的值班台 都要有這種流程表 很清楚嘛 所以希望我們市政府 這個要務必要注意啦 這些我們弱勢的團體要去照顧它嘛 包括我們提升這個弱勢家庭免費 這個集體投保危險保險比例 這個好像過去 我們民黨黨團在議會的時候 要求做全民保險一樣啊 全民這個健康保險一樣啊 所以我們市政府真的是 有用心啦 希望我們市政府還要加強的 就是對於身心障礙社會參與 這個親子交流方面 這個方面我們還要持續的加強 關心這些弱勢團體 這個另外一個設置非營業 今天11月起要開始招生 這應該是百福國中啦 我們希望我們新的國中 要趕快具體去辦理 另外是對於這個我們市政府 推動這個科展全國縣市 團體組第一名 導造聚龍作為國家智慧 這個交易事外的城市 我們市政府 教育署這邊市政府也好 在104年級105年度 總計編了3500元的經費 來推動我們斑斑數位化這個計畫 這個已經都大致都完成了 我們所有的教育界的這些 老師也好我們的家長 都很讚賞我們市政府 有用心的這樣子來照顧我們的小孩 希望我們市政府還要加強 這方面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推動啦 還有這個衛生下水道 我們全國資訊率的第一 這個我在這邊建議我們市政府 對於這個 西川河 蘭榕河這些問題 因為仁愛區這邊的污水槓管幾乎是沒有做啦 全客人市七個區都有在做 仁愛區是三個區 我們希望我們環保局 跟這個公務署這邊下水道科 能夠合作 是不是可以把西川河啊 跟南中央附近啊 沿著這個河岸的可以做民館 先把這幾棟大樓啊 你們應該去調查清楚 這幾棟大樓到底有沒有做做化分子的這個 這個設備 有沒有我是不知道 所以你們要去查清楚 這裡如果沒有的時候 只能沿著河岸可以做民館 接到我們這個 這個河岸島的污水處理場 也就是我們東岸停車場旁邊 一個轉運站 直接可以這樣的來處理 更快啊 所以我希望這個環保局跟這個公務署 這邊要去做查明清楚 包括我們西雄市政府推動了這個 為了我們的這個海洋衣 這個生態 我們設立了三個這個漁郊區啊 這個旺海巷也好 大五輪啊這個季龍魚啊 貴漁市政府跟沒有 關心這些漁民 有但是沒有直接行動去做 所以我們現在推動了這個保護漁區 也深受很多的保護團體 這樣子來讚賞我們市政府 希望我們市政府還是在加強 包括我們這個 成績轉運站 我在議會啊曾經講過 在歷任的市長 我們跟他講 包括鐵改局到我們議會來開會的時候 跟他建議啊 機車停車位至少要三千位以上 汽車我們也要留一百位 結果都沒有做 我們新上任的市長 在北站口 這邊機車停車位至少上兩千位以上 南站口這邊可以提供55輛的汽車 612位的這個機車 我們很希望這個公務處這邊 杜花處也好 焦旅處也好 要趕快把這個南站口把它打開 讓這些孝山路孝市路附近的這些民眾 也好我們要去搭這個火車也好 搭這個國光號也好 機車能夠趕快停到這個停車場裡面 上方方便嘛 周遭也不會那麼亂 希望我們這個市政府啊 這個要趕快去去辦理 包括這個成績轉運站 這個很重要啊 過期市政府我們跟他講 他也沒在理會 我們新的市長 能夠積極的來辦理 把這個成績轉運站 跟我們基隆的火車站結合在一起 這個是很便民的啊 然後把周遭的一些雜機雜巴 把它清除掉 這是第二 基隆市的第二次的這個門面的改觀 所以我希望市政府 這個成績轉運站 一定要趕快積極的辦理 按照這個既定的指針 去趕快做這個發包的動作 以上建議我們市政府 然後繼續加油 謝謝各位 好 謝謝我們陳農才陳議員的建議 我們休息五分鐘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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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